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3年6月14日,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二个节目 鸣谢富士尚拜德勒的三,谢谢 同时感谢一直以来,点赞和鼓励我们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咱们先来看原著方面的消息 1.乌克兰已就41架退役的F-18战斗机的转移向澳大利亚提出了请求 乌克兰驻澳大使瓦歇尔·米罗·史内秦克证实 基夫已要求康培拉转让推的F-18战斗机 之前我们报道了澳大利亚和美国之间 关于可能将F-18大黄蜂战斗机转移到乌克兰的讨论 2.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恩在周二发布的一份官方声明中 披露了至今第40批军事援助的具体内容 其中包括即将交付的关键的防空系统 海马斯系统的额外弹药、炮弹、反坦克武器、装甲车 和其他加强乌克兰战场上军队所需的设备 这笔援助总价值大约3.25亿美元 布林肯强调 美国继续支持乌克兰人民 他们的勇气和团结激励着世界 布林肯说 美国正在与50多个国家接触 领导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军队的能力 列兹尼克夫感谢美国提供新的国防伊朗的计划 他说 这将有助于俄罗斯人找到回家的路 3.英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9200万英镑 约1.075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 以加强其防空能力 英国防务大臣华莱士 在参加联合远征军的国家国防部长会议上说 这一军事援助将通过英国领导的乌克兰国际基金提供 目标是加强乌克兰保护关键国家基础设施 平民和前线军事人员的能力 华莱士说 英国已向乌克兰国际基金进一步捐款2.5亿英镑 并通过该基金与盟国和合作伙伴一起提供伊朗制防空系统 以帮助乌克兰保护其关键的国家基础设施 并抵御俄罗斯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空袭 4.乌克兰国际基金利用国际伙伴的财政援助 为乌克兰争取优先军事援助 在英国、挪威、荷兰、丹麦、瑞典、冰岛和立陶宛的捐款下 该基金已经筹集了超过5.2亿英镑 好,咱们一起来看战况 1.俄罗斯军队继续将主要精力集中在莱马、巴赫姆特、阿弗蒂夫卡和马林卡前线 激烈的战斗仍在继续 过去的一天发生了22次战斗冲突 2.在塔弗里亚方向 俄罗斯军队白天呈射了近4个连的伤亡 56套军事装备被摧毁 3.乌克兰防空系统记录了俄罗斯于14日凌晨发射的4枚口径巡航导弹中的3枚 10架伊朗无人集中的9架 俄军向俄德萨发射了3枚口径巡航导弹 乌军未能全部拦截 造成13人死亡 4人受伤 4.战争最新方面 俄罗斯导弹袭击克拉玛托尔斯克 2人死亡 2人受伤 有2人从废墟中获救 俄罗斯军队今天早上对科斯蒂安基尼夫卡进行了导弹袭击 苏美地区斯塔拉乎塔和霍鲁比夫卡村之间的俄罗斯炮击造成6人死亡 过去一天 俄罗斯军队炮击札罗尔地区122次 20个定居点遭到敌人的炮火袭击 沙西的无人机击中基罗沃格勒地区的基础设施物体 赫尔松地区因卡霍夫卡蛋白被炸 导致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7人 5.吴总参发布的昨天战果数字是这样 摧毁俄军人员总数21万7330人 新增680人 坦克3943辆 新增8辆 装甲车7653辆 新增11辆 火炮3783门 新增17门 6.扎布罗尔南部地区 一座俄军的沙漠局防空系统被摧毁 7.至少5门俄罗斯自行火炮 被乌军远程精确炮火摧毁 8.一则未经证实的消息 一些俄罗斯消息人士称 在克里米纳福建 俄军遭遇了数百人的伤亡 原因是海马斯袭击了密集猎队中的军人 此事发生在当地时间今天早些时候 挨炸的是第20集团军的下属部队 当时据说一个正在等待师长喧哗的师遭到了袭击 他们说他们在一个地方等了两个小时 而唯一到达的东西是海马斯火箭达 看来上海老师的课印象就是深刻 俄罗斯方面军事博主说 责任在第20集团军司令艾哈迈多夫将军 这名将军应该被拖出去枪毙 8.经济学人援引乌克兰总参谋部的一位消息人士的话说 乌军还没有投入主力 俄军也没有投入主力 双方都在参与一场棋局以引出对方的预备队 乌克兰的当务之急是通过远程火力瞄准俄罗斯的装备 以减少其在火力方面的优势 俄军在纸面上享有明显优势的空军的作用是关加 现在在扎波罗热地区使用的俄军的空军数量 超过了自战争开始以来的任何时候 但乌克兰消息人士表示 俄军飞行员仍然厌恶风险 并害怕乌克兰的防空系统 包括猎爆防空坦克 以及秋季乌克兰在哈尔科夫地区反攻期间 被俄罗斯遗弃的铠甲防空导弹系统 有一个故事能说明为什么俄罗斯看似强大 确实征服不了乌克兰 俄罗斯以仗优势军力 胡作非为石鹿突进乌克兰 却屡遭英勇的乌克兰军民迎头痛击 俄军死伤惨重 前线战况高级 一些俄罗斯人的态度就说明了情况 俄罗斯26岁现役空军中尉攻击直升机导航员的米少夫 一月在被告知要被派遣到乌克兰战场后 叛逃至立陶宛并寻求政治庇护 米少夫是俄军少数叛逃的现役军官 也是目前已知的唯一叛逃的俄罗斯空军军官 他向媒体记录逃亡的过程和俄军相当不堪的内部状况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 米少夫提到去年二月战争开始后 他一直都没有被派到前线战场 先是去白俄罗斯开直升机运送军用货物 去年四月回到俄罗斯境内基地后 他就一直等待之前就已经煽情的退伍 但去年九月俄罗斯总统签署的部分动员令 让他无法离开军队 米少夫说 到了今年一月 俄罗斯军方突然来通知他执行任务 他善知这其实就是要他到乌克兰作战 当下就以伤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躲避 之后他在住院时偶然读到了一篇文章 内容描述27岁俄军官成功叛逃到拉图维亚的过程 这让他下定决心逃离这场俄罗斯发起的违背道义的战争 米少夫描述 他透过通讯平台的帮助 规划了从俄罗斯边境苏联穿越到欧盟国家的路线 一路上他都相当害怕被俄罗斯边防人员发现 最终他看到了一道铁丝网 翻阅后就来到了立陶宛 如果他真的按照任务登上了攻击直升机 至少会夺走几十人的性命 但乌克兰人并非他的敌人 况且从俄军已损失的20架左右的卡52攻击直升机来看 他能保住小命的概率也不超过50% 米少夫表明 如果我的国家面临战争的威胁 我会为他付出 我只是拒绝成为共犯 他还透露 俄军官兵对于进攻乌克兰态度不一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但最普遍的现象就是对低薪的不满 经验丰富的军官 在开战后仍然只能拿每月9万卢布的战前签约薪资 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7800块 米少夫说 虽然对战争的态度可能有所不同 但俄军官兵没有人相信当局关于前线进展顺利 或者伤亡人数很少的说法 因为真实的战争就在他们的山边发生 战前他的部队有40到50架飞行器 在开战后没几天就有6架被击落 3架在地面遭击毁 并且军事空前人员的损失非常高 米少夫的说法和BBC资深记者伊夫西纳的调查结果相同 这项调查发现 俄罗斯损失了数百名具有高阶技术的军人 例如飞行员 想要再培训既费时又费钱 米少夫说 虽然俄罗斯的直升机可以不断产出 但飞行员已经不够了 1980年代的阿富汗战争让苏联失去了333架直升机 他相信俄军在乌克兰一年多的时间里遭遇了差不多的损失 总结一下米少夫的话 从中不难看出两点 一 俄罗斯并不像有些人吹嘘的那样 是什么世界第二军事力量 是什么战斗民族 二十多年来 他们早已击弱 不但军力废持 工业也逐步损失殆尽 更重要的是俄军科技和世界一流水准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 早已不能应付一场现代化的战争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教训 是胡作非为欺负邻居不得人心 所以部分俄罗斯人并不情愿打仗 他们抱着这种心态上了战场 要么消极避战 要么错误频频 总之就是无法以全身先投入战斗 而现代战争比得往往就是毫离之间的胜负 一方是心不在焉 一方是全力以赴 难怪吴军总是能以挨兵取胜 我们想说的是 第二点 从开战的第一天就不断被重复的验证 哪怕到此战的最后一天 也不能出现任何的例外 二十一世纪 本不该出现这样的一场战争 如果这场战争不是以俄罗斯的全面失败作为结束 我们人类作为这个星球上唯一的外名生物 就太失败了 好 以上两个视频是我们今天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感谢王小靠同学心情耕耘 咱们明天再会